好了,我們華暗快就由早上到晚上了 華暗快也是由深水埗來到灣仔了 華暗快也是在後面,我們看到陳淑莊公民黨的辭職立法會議員 在宣傳5區公投5月16號出來投票 是的,大家都知道我們做得很悶 悶嗎?你不覺得我還很能力嗎? 是啊,但是你知道什麼悶嗎? 我們悶就悶,原來就是發覺跟市民聊天的時候 未必個個都知道的,很正常 很正常,因為當政府是吹淡風的時候 他還不認自己吹淡風,香港政府才是混蛋 現在中了風了 那時候你怎能夠寄望市民認知這件事呢? 當各大小傳媒自動河蟹的時候 那當然不知道 不是,我們都是小傳媒繼續小 我們之所以叫做小傳媒就少他了,對不對? 大傳媒就沒有了 看看灣仔區這邊的市民 會不會給深水埗上一節 深水埗區的市民更多了解這件事 好啊,會不會灣仔說到居民又不同於深水埗呢? 聽聽他們的說些什麼 沒錯,好 大家只要看一下,我們這個二拉甲最後面的三個 就是他們三位 我不是罵他們的衰格,不是人 不過他們的票全部都是團體票 大家猜一下,由幾個票選這三個 你是軒尼斯小學的嗎? 咦,我們以前也是軒尼斯小學的嗎? 是的 師兄來的 不如坐在這裏吧 小朋友,不拍吧 小朋友,因為你是小兒子,所有人都一起坐 你接了這張張 認不認得剛才說話的那個姐姐嗎? 在那邊說話 不認得 不認得 你認得嗎? 她叫陳淑莊,有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陳淑莊? 她是立法會議員,你有沒有聽過立法會? 立法會有聽過 我也有聽過 你知不知道立法會有五個議員是辭職嗎? 前一陣子,知道嗎? 不知道嗎?就是黃毓民、陳淑莊他們 還有另外三個,等下子健說一說 還有三個,包括梁家傑 還有誰? 陳偉業,還有長毛 長毛有沒有聽過? 長毛沒有 有 有 即是那個長頭快那個呢? 長毛你對她的印象怎樣? 覺得她怎樣? OK的 OK的 她的樣子OK的 還是怎樣? 喂,你們學校選頒獎是民主的? 知不知道什麼叫做民主? 知道 什麼叫做民主? 你覺得很公道 很公道 你覺得民主? 公平 很公平,很公道 那是怎樣做的? 怎樣去做那件很民主的事? 譬如說,投票 投票 是的 是的 還有 還有 我們都是投票多些 都是投票多些? 是 你們有沒有頒獎? 有 你們的頒獎是怎樣選出來的? 還是怎樣出生的? 我沒有選的 老師選的? 你選的 那不就不民主 那你們有沒有覺得 不如不要老師選吧 我們每一個同學都可以自己選頒的頒獎 有沒有想過這樣? 有 有的,你也有想過 大陸有的 大陸有的? 是,大陸有的 大陸有的 大陸有? 反而香港沒有的 星期日我們去街道 去公園玩好 還是去看電影好 你們有沒有一起投票決定? 有的 那你呢 你和你家人有沒有投票? 小數和服從多數 和小數服從多數 和小數服從多數的? 是 你家裡有爸爸媽媽 你和一個 弟弟 四個人 四個人 就投票 小數服從多數 是 這樣很好 是不是這樣公道點 和公平點 比較好一點? 是 好,多謝兩個小朋友 你們好學嗎? 是的 現在回家了 快點回家吃飯 知道嗎? 多少年班? 三年班 好厲害 軒尼斯小學的朋友 好,多謝兩個小朋友 好,我和這個姐姐聊天 她拿了一張陳淑莊的單張 你知道5月16日有件事 就是什麼事? 五區公投 只有你一個說得出這四個字 不用人提的 情況底下 所以我頒獎給你 頒獎給你 謝謝 這件事你自己知不支持? 嗯 都ok的 ok支持 ok的,為什麼ok呢? 因為我不是很熟 那些細節很多 所以 ok 但你知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最主要 大體上就行了 嗯 目的? 這裡有寫 我盡快突然普選 好厲害啊 只有你一個社長看完單張 回答這些 果然美貌與智慧並重 果然陳淑莊的選文 你看就知道 又關什麼事啊 哈哈哈哈 像陳淑莊 這麼聰明 其實你比陳淑莊更聰明 可能 那你身邊的朋友 知不知道 5月16日要投票 這件事? 有的 有的 有的朋友他們更加 更加 即比我更加關心 更加深的 是的 他們會在Facebook 那些地方留言 那你覺得 其實功能組別有什麼問題? 正所謂 大家都可以一起參與 廣泛 均衡參與 那你就是 反對功能組別 意思 看我就可以了 對 廢除功能組別 你是不是廢除功能組別 你支持功能組別 我 支持廢除 支持盡快實現普選 我就是 那就是廢除功能組別 對 可以 那為什麼要廢除功能組別 他們 有什麼不開心 有什麼得罪你 他 社會貧富懸殊 越來越厲害 而且 都不是真的民主 自己小圈子動作 去選政府高官 各方面 各方面 對 這個小姐 沒錯 怎麼稱呼你 姓中的 鍾小姐 多謝你 鍾小姐 多謝你 鍾小姐 多謝你 多謝你 一幕飛就是 終極普選小姐 中普小 中普選小姐 繼續找街坊 厲害 真聰明 真的 是不是真的地區有問題 不知道 再問下一個 你自己回去看立法會的投票記錄 就是事實 就是最好的證明 03-08年代 曾經三節 提出要立法 規管最低工資 我們就是再一次 因為少數功能組的議員 憑反對跳 而推翻了 大多數議員支持的議案 東平競爭法 亦都是同樣的懲罰 曾經多次 在04-08年度 亦都說有議員提出議案 是說要定立 東平競爭法 但我覺得 我看完你叫麥克風 覺得是不需要買票 再看東攻西攻 OK的 鏡條街看了 那就不用買票看了 我覺得OK的 你的表現 我覺得好像 在舞台的演出 很精彩 你真的有看過嗎 我舞台演出 不單止這個層次 但是這個層次 更加深入 去民生 喂 但是 拜拜 但是 你的選民這麼小 是的 OK 但是其實 我想又不可以 跟演戲那個來比 始終說 一說到 將20元周四 就算無論你說多少次 你說到那些位 你總是有些放不下 拜拜 辛苦了 好多支持者 陳淑莊 這個是義工 我們都希望 可以有多些義工朋友幫忙 因為我都明白到 可能這個階段 比較多公開試 很多朋友都預備考試 但我很希望 各位年輕人 因為這次不是一個偶然 希望大家 如果有機會考完試的話 我知道 sirc考到十幾號 但應該說得及 可以幫到手 都希望他們可以出來 幫我們一起做 競選工程 516 投票當日 我們需要大量 大量 大量的朋友 希望大家 一定要在網上登記 做這個義工 港島區有哪幾個候選人 港島區 就會有幾位 有梁永浩 另外 有位王興先生 另外 還有一位是 戴卓賢先生 另外 有一位 李鎮紅先生 和我自己 哇 戴卓賢 和王興 都來了 厲害 王花江七十二烈士 真的 戴卓賢 對 戴卓賢 差一個 我們一起投票 5月16日 希望 keep us 真的不錯 不過和照片有點差別 是嗎 不是嗎 瘦了嗎 瘦了 瘦了 我都知道 不要恐怖 不要恐怖 我以為你肥 不要 這樣 但是 我都知道 因為 早幾天也有很多市民 就說 為何瘦了這麼多 我會 盡可能加到 那些肉都會加一些 不過視乎都不太行 因為天氣又開始越來越熱 是啊 所以 如果想keep fit 的朋友 都可以一起幫忙做義工 是啊 這個真的可以減肥 好 支持5月16日 五句公投投票 Thank you 謝謝